我們要繼續來請教羅醫師的是 我們怎麼看這個大環境裡面 各個不同的政黨跟不同政治人物的表現 如果今天蔡英文總統在四個不同意的公投 從哪本來是逆世落後非常多 幾乎同意一定過關的 這樣的一個低潮當中搬回來了 然後又把一個全臺灣最困難的一個選區把正義換回來了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他不乘事而為 如果他不順勢而為 他如果不乘勝追擊 那他才對不起全部臺灣人對不對 所以他讀到了臺灣人的選票跟公投的投票之下的意志 第二 這兩個政黨好了 這個國民黨現在陷入了一個兩難的狀況 也就是朱立倫你要不要回到你當時的第一次發表的 這個同意日本的富士這個福島產品的進口 那同時那個來攪決的趙康居然已經變成了 讓這個福島食品這件事情成為一個笑話 但是不是一個嚴肅的被他引發的議題 還有就是民眾黨 民眾黨雖然很小只有五席立法委員 但他們今天宣布他們接受 可是這個黨主席在二零一九年左右的時候 不是還罵過嗎 誰要那個進口福島食品 所以這些傢伙 這些政治人物都是看了時事的潮流 看到了民眾 所以還是民眾的成功 我覺得其實Coco姐剛剛點出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我們說的 容許我說的最大在野黨跟第二在野黨 因為他們可能在未來選舉會變來變去 不過就是第二跟第一在野黨 那為什麼會變來變去 因為缺乏一個核心價值 那為什麼現在民眾真心誠意知道說 我們在這邊就好好的氣定神閒來看看說 到底我們台灣往哪邊走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今天台灣宣布把這個日本福島的五線 這些食品全部都解禁 其實換個角度來想 這個對全世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宣告 因為我們知道疫情的關係 全世界都知道說台灣的公共衛生是最高標準的 如果連台灣這種民主社會 跟政府跟人民充分溝通 而且進入公投 都能夠同意日本的福島五線的產品 可以自由地在台灣流通販售 代表什麼 代表日本從311以來 這些努力 這些公衛的成就 這些食品安全的一個表現 是得到全世界最高標準的肯定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要去啃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台日最近的關係 大家有發現嗎 氣質一樣好的人就越走越近 一起站在什麼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我們從之前防疫的事情都知道 到現在福島這件事情都知道 都是真心誠意的溝通 可是過程中有沒有發現說 現在所有的這些在野黨 包括日前有四個人坐在那邊吃飯有沒有 我一直覺得這個事情是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說四個我們說的政治界 自以為是的天王 有想要說什麼 據說是按照頭髮的多少排列的 什麼韓國瑜 朱立倫 講幾層跟趙少康 理論上四個天王 不管今天是政治界或是演藝圈的 坐在一起吃飯 拍一張照片出來傳給大家看 應該是希望大家能夠金聲尖叫 可是感覺到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波濤洶湧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你很清楚 因為他們做的是他們自己要的事情 不是跟台灣人民有關 他們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跟喝台灣酒 可是討論不是台灣 對啊 這個重點在什麼 大家請教美美 就是其實一開始節目 我說了就是今天台灣發展到現在 這個狀況 領導階級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嗎 在短短的大概這個一個月當中 也就是在去年的十二月的二十號以後 蔡英文總統選擇派賴清德副總統 在疫情當中打了三季高端 過境美國兩度 出跟進 然後到宏都拉斯去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還跟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見面 那個作為一個元首 他讓他的這個很可能未來 他如果不參選總統 就不像一個政治人物一樣的賴清德 在那一次的表現裡面 令人驚豔 而且呢 底定了他的非常重要的一個 國家級領導人的位置 當時在過年之前的假期裡面 我們討論到這件事情 覺得這個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的這個表現上的展翅高飛 而是台灣身為一個民主國家 在未來發展裡面 你會看到希望 這一點是副總統在總統的授予 他這個權力之下所完成的 那今天呢 今天我個人呢 我在政壇跑新聞 已經跑那麼多年了 所有的政治人物 已經過世的 李前總統也好 現在在台南做廣播節目的 陳水扁總統也好 跟馬英九和現在的蔡英文 我跟他們都有密切的觀察 但是我必須說 今天中午我真的瞭解了所有的發展之後 我實在太佩服蔡英文了 因為他還忍辱負重 他到現在還被人家罵 他的學位是假的 還被人家說他是 他讀的學校是詐欺集團 但是在這個嘈雜的聲音當中 在那四個人推出一張廉價的 廉價的團結照片的同時 他們所做的是國家大事 是國際的這個舞台的邁進 你不覺得你聽到或是想像這個畫面 你都會起雞皮疙瘩嗎 對 我必須要講 事實上台灣是走在一個非常正確的 歷史的正確道路上 那我覺得蔡總統的領導 是非常有遠見 同時意志很堅定 他太厲害了 對 他完成了所有的國民黨的總統的這個目標 也是包括老蔣 小蔣 抗中保台現在誰在做 所以國間國照是誰做的 這邊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蔡總統的領導 因為他主要 尤其在兩岸國際方面 是他主要的國防外交 是他主要的領域 那我必須講 我覺得他掌舵是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明智 而且台灣固然一方面 我們的時間在這個時機點上 因為大家看到的中共極權主義擴張的那個野心跟本質 所以美中強權的對抗 乃至於自由世界跟中國俄羅斯 這種獨裁威權體制集團的對抗 整個大情勢上面 台灣本來就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但是我必須要講蔡英文的領導 他不只是審時多勢掌握時機 而且他讓我們的盟友非常的放心 對 是可預測的 而且一致性的 而且堅定而不照鏡 我覺得這是他非常非常 非常高明的一個領導風格 而且必須有非常堅強的信念 跟明確的目標 堅定的意志才能夠做得到 這是一個領導人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 特別在臺灣這麼艱困的環境之下 那尤其這一次 我認為就是說 去年一二一八的公投 其實就像蔻蔻講了 人民的意志是非常彰顯的 我們本來就萊豬 這一題是最困難的 可是居然還是這個呢 不同意大於同意 那人民的聲音非常大聲 那個大聲是什麼 我們相信政府的把關 我們相信科學的數據 我們臺灣非常希望是在政府 有力的把關之下 我們能夠大步地跨出去跟世界接軌 那特別是CPTPP 臺灣人對臺灣人來講太重要了 為什麼如果沒有進去這一關的話 我可以告訴各位 臺灣界前四大貿易國 全部都是CPTPP的國家 或者非常有影響力的國家 我們主要的貿易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都跟CPTPP有關 而且更別講中間還有老公在那邊設局想把我們踢走 或是想阻擋我們進去 是多重的這個艱難 多重的艱難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時機點 那今天這一步非常重要是 現在的東道國是誰 現在的倫子主席國 新加坡 各位你要知道 親中 他親中 他自己已經先講 他說臺灣的入會有很複雜的政治因素 所以我們臺灣要入會 你更需要什麼 當中國表達他要入會 他也遞出了申請書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日本這個強而有力的夥伴的支持 我們怎麼來說服日本支持我們 我們怎麼讓日本能夠強而有力的支持我們 如果扶持這個不解禁的話 我請問你 日本對他們國內交代的過去嗎 就算他想支持我們 更換我們來看 全世界除了臺灣跟中國 哪個對日本是全面的限制的 沒有 所以從今天開始 全世界只剩中國 就只剩中國 所以想到這個畫面就很開心 因為第一 你就知道中國有多麼的不合理 是不是 你就可以看到中國多麼的野蠻 中國你不你不只是逆世界潮流 而且你根本離CPTPP的精神一大解 而臺灣唯一的路障 我們都扳開了 請問一下 中國你還有什麼更強而有力的理由 第一在國際上塑造說 臺灣跟你一樣的是 對日本全面禁止的 這個已經沒有了 第二說服CPTPP的會員國 乃至要得到於日本的幫助 我們就更堅強的力量 但是將來的困難還是很多 這個因為 但至少我們要把眼前 這個大石頭要先翻開 這個翻開之後 蔡英文總統的團隊 所碰到的困難是 人民一定是緊盯著你在野黨 如果他夠理性的話 他應該是去監督你的這個 所謂的三配套三原則 然後接下來就是加入CPTPP的時間表 對 這個對蔡英文總統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蔡總統的人格特質是穩紮穩打 而且他這個不做喧嘩的預告 跟這個張揚的這種自我宣傳 所以他就在大家意料之外的這個今天呢 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 在這個重大的決定的過年期間 其實台灣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其中有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的在促統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蔡總統跟民進黨的中央政府 正在分多兵這個進行多路這個行動 要對輔導食品呢 要解禁做準備做功課的時候呢 其實老共飛機繼續來 而且還搞了一個什麼什麼無人機 跑到我們的什麼東影上空 然後還把朱朱姐 這個拉到習近平面前去書城 接下來還把一個奧運的華兵的選手 33歲的黃玉廷作為統戰的籌碼 精心設計 中間還想嗨教育部長潘文忠 跟還想利用蔡英文總統來漂白 結果現在比起來差距太大了吧 這個格局實在是有所距離上面呢 看出來的就是你會回想起來 我們所選出來的這個總統 是人民的抉擇 而這個總統就在民意之下 完成了應該做的事情 要這個最後一分鐘 要請羅醫師做結論的 它是不簡單的耶 蔡總統西萨人做了一個年金改革耶 年金改革那件事情是拿著鋼盔耶 後來年金改革的下場是什麼 是2018的大叔啊 那中間還有轉型正義 中間還有這個 國民黨的黨產的這個處理 這個條例的通過 然後現在我們在國際之間 已經有透過這個萊豬的進口 跟福島食品的進口 劃除了一個台灣耀生成為 另外一個國際貿易重要夥伴的一個平台 這一點我們必須在今天告訴大家的是 你們各位的努力 我們的投票 我們對於是非正義的判斷 在投票所裡面所做的那個最後的那 蓋下的那一張在這個總統他實踐了 他承諾了他敢去做他沒有迴避 因為這件事情還是這個可能是四處這個 這個劍毛射來 而且中國當局會怎麼樣回應 我們大家還不知道啊 但是這位女性總統是非常勇敢的承擔了 我覺得剛剛Coco姐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這一連串的事情 其實所有台灣人民都看在眼裡 溫暖在心裡啊 剛剛講到說那個年金改革 你知道那個多麼困難 你知道要把一個國家 這種永續這個經營的一些資源 做重新的調度 重新的分配 再次說服 這有多困難 那麼在第一個任期 就做這麼勇敢的動作 我覺得 而且差一點翻盤 這個二零一八年的年底的選舉選輸了 可是換個角度 可是最後他還是咬著牙齒 非常建議的在二零二零年 他用高票當選了對不對 可是換個角度 其實台灣人民也很聰明 是他會在很短的時間去做重要的修正 對 你講的就很對的是 他就像一個這個蔡總統 就像一個醫生一樣 當他看到了一個病症的時候 他知道用這個療養時間 換取這個健康的取得 他也知道用他這個忍耐等待來換取空間 我們今天沒有任何想要這個什麼造神神話 各位也知道 我們在場跟我個本人不是這樣的人 這個民主國家也不需要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的就是 這個女性的總統至少不負你的所託 如果她不負你的所託的時候 就請你相信 在我們節目所討論的很多的事情 只要你發出你的民意的聲浪 他就不能不面對這個現實來接受 關於鄭蘭公的董事長 這個團隊執政當局要怎麼面對邪惡 關於黃玉婷這個選手 他這樣的出賣台灣 為了個人的利益 他在選手的責任結束之後 他要怎麼辦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各位今天體育署的那個什麼什麼叉叉叉的組長 他居然還說 黃玉婷他在北京冬奧結束之後不回台灣 未來我們要不要給他補助 居然還說還要來討論 體育署還想再給他錢 到底這個體育署 你是吃了什麼的貝哥哥的藥 我們來看黃玉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請文朗東把他所收集到的 所有的關於黃家的資料 幫各位做剖析 那就是這一對婦女 是為了人民幣 他犧牲了他們自己的尊嚴跟人格 而且他們背叛了台灣 當年他們還替蔡英文總統站台的時候 他們的良知跟現在相比 到底誰是誰非 他幹嘛跟我道歉 他不要回來 他是國手 他在講那個話的同時 他也還能用政府的錢 再度開炮作家吳翔輝怒轟 東奧代表團競速滑兵選手黃玉婷 在首場賽後 黃玉婷接受中美北京日報採訪 還讚賞觀眾的熱情 讓他很感動 就像在主場作戰一樣 也大戰場館很漂亮 十分滿意選手村的食物與設施 其實我比賽前就是一直催眠自己 就說這是最後一次 反正就是盡全力 不是最好 但是也不是到最差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吧 第三歲的黃玉婷 在7號的1500公尺項目中 找出2分0秒78成績 名列30位參賽選手中 倒數第四 以第26名作收 接下來還會出戰13號的500公尺 17號的主力1000公尺項目 而據老姐冬奧結束後 黃玉婷將直接前往美國訓練 暫時不返台 政府去年補助她的培訓費用 就超過百萬元 如今要不要繼續補助 提署卻說還要通盤討論 出版業董做好名義也PO文直指 政府恐怕小看了黃玉婷的意義和影響 點出當世界看見台灣的長期觀 是願意穿中國對衣服的人 如何加強台灣重視的主體性 如何對得起喊出台灣團的國際友人 怎麼對得起在運動場上 始終記得台灣主體的選手 而且如果黃玉婷奪下獎牌 政府的各種鼓勵再加下去 是否可能讓其他國手有樣學樣 也用運動歸運動來辯護不當行為 提醒黃玉婷引發的後續效應不容小觸 不論是國民黨剛才委員 告訴我們的那個轉變的變軟化 從民調當中知道自己如果對抗 恐怕連10%的九二共識的支持都沒有的 這個前提之下呢 最大的力量在哪裡呢 各位知道我一定要講了 就是你我我們這些有投票權的台灣的人民 我們在重要的關口的時候投下了那個非常重要的一票 然後帶著台灣往台灣的大未來的方向走 使得我們的總統我們的院長我們的副總統 以及在野黨也不能 不跟著這樣的潮流一起把台灣壯大 那至於要走不同的路線 有一些搞奇鬼怪的這個政治人物是誰呢 大家知道了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柯文哲那個肚皮裡到底在想什麼 那邱明宇是專家